黄志文夺马来西亚事后,就因为在台上落奖,一句话,被大麻网民骂到乱。网路不应该。 自宣布,TVB马来西亚新光会淬斑奖里,取消大麻场不办后,打骂观众感到十分失落,但大家依然可以为他们支持的演员投票。 TVB在11月19日举行了万千星辉贺台庆,这次跟以往不一样,当场还颁发了新马两地的市地市后奖。 黄志文平三个女人一个英成为马来西亚最喜爱TVB女主角,而袁伟豪泽平动人的时光成为马来西亚最喜爱TVB男主角。 不过,黄志文不知道是太开心还是太紧张,完全把谢谢大麻观众这句话抛出脑后,整段感谢词里对大麻粉丝致自不提。 相反的,当时帝袁伟豪得到奖项时,第一句话就先谢谢了大麻投票的观众,与刚刚黄志文的致辞形成了强烈对比。 TVB官方发色部把影片上传后,对于黄志文露了这么重要的话,引来很多大麻观众不满,纷纷留言炮轰黄志文的不珍惜。 当然,也有理智的网民为黄志文说话,网民替他打抱不平,也赞同他的演技。 事实上,他在拿新加坡市后讲的事后补上了谢谢,大家就原谅我们呆门的黄志文的SPA。 吸怒吸怒。